美國總統拜登即將開啟長達8天的印太制衡 他首先前往日本港島參加5月19至21日舉行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 日本今年是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 首相岸田文雄選擇在家鄉港島舉行峰會 峰會後,拜登將於5月22日對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基內亞進行短暫訪問 拜登將成為第一位訪問巴布亞新基內亞的在任美國總統 冷戰結束後,美國對該地區的關注逐漸減少 而中共則趁機增加在該地區的參與 這個引發了美國和澳洲等國的關注 拜登表示他致力於改變這種現狀 2022年9月底,拜登在華盛頓舉行首過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 當時宣布了一項新戰略,志在幫助協助該地區 應對氣候變化及海上安全 在美國越來越擔心中共在太平洋地區 日益增長的軍事和經濟影響力之際 拜登訪問巴布亞新基內亞,將進一步向太平洋島國 證明美國致力於對該地區的承諾 拜登的第三站則前往澳洲,參加5月24日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 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國包括美國、澳洲、印度和日本 近年來四國頻繁召開四方安全對話會議 討論中共帶來的地區威脅 在上個月舉行的七國集團外長會議上 該聯盟承諾團結一致,以應對中共對台灣的威脅 七國集團包括英國、加拿大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日本和美國